三十二點出頭 頭戴鴨舌帽的男子 出現在魚松攤裡 行徑鬼祟的東翻西角 一下抽出放雜物的籃子 看一看 沒什麼收穫 又走到另一邊 把紙箱上的籃子挪開 果然發現底下的紙箱裡 裝滿一包一包騎魚松 我會大量的魚松一整次 都塞在裡面 就是放沒路了嘛 還會放出來外套嘛 短短兩分鐘 攤內兩包魚松就被小偷拿走 再騎著腳踏車離開 而失竊地點就在東港華僑市場內的 知名魚松攤位 老闆劉文通在當地名氣不小 浪子變身成為魚松達人的故事 曾遇上新聞版面 而他也總是在攤子上 現炒香噴噴起魚松 不過這個月發現自家產品失竊 先是生氣 接著還不忘為自己行銷 不過這個茶辣也在來行 他每一次開他就是投給我魚松 所以我待會在那附近說 我的魚松也是 就在那裡 在那裡聽到我老闆劉的魚松 其他東西不拿 專偷魚松 老闆說上個月 證明戴安全帽的賊也來偷魚松 難道是假賀 盜銷包嗎 就怕再多來幾次 損失慘重 只好PO臉書 懸賞抓賊 獎賞是吃一年魚松不用錢 儘管警方目前也著手調查 但老闆還是希望 眾賞之下 大家幫忙提供線索 早日抓到可惡的偷魚松賊 記者當春華屏東報導